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老母亲狠心地卖了发财猪 没想到晃眼一看竟然是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天的故事由一位网友分享 故事中的我指的是分享人 我家90年左右养了一头母猪 是从宁乡引过来的品种 这头母猪生下来的小猪都能吃能睡能拉 长得快 肉多 一般人家的小猪要养四个多月才能出篮 我家这母猪下的猪仔 常常养三个多月就可以出篮了 所以很受左邻右舍的喜欢 我曾见那母猪下过几次猪仔 小猪生下时 老母猪都会小心翼翼地移动身子 生怕压了小猪 直到把奶对着还没有睁眼的小猪仔 生的数量少时也有七八只 生的多时有十五六只 母亲对她也是精心照料 知道她生仔辛苦了 接下来几天会煮些米 与干净的青菜拌在一起给她吃 平时就吃些康渣之类的 要是老母猪不舒服了 母亲也看得出来 自己到受药站配点药 或者做点什么土方子 吃了便好了 这头老母猪好养不劳神 1996年发大洪水 粮食都不够吃 很多人家把猪给卖了 到了1997年下半年 猪价狂涨 猪仔卖到美金十二元 记得卖猪仔那天 我们全家四五点钟就起来了 当时窗外已经有邻居在嚷嚷了 老母猪挺有灵性 看到这么多人来抱她的孩子 站起来用头一顶 发出吼吼的叫声 开启了保护小猪的阵势 母亲走过去对她说 养了你就是想生几只猪仔 卖点钱 你配合一下 别不高兴 老母猪似乎听懂了 把头偏向一边 呼噜地喘着粗气 我与父亲就抬秤 母亲就收钱 那一次一共卖了好几千元 一家人乐呵呵的 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 母猪成了家里的功臣 我与小妹念书的费用 多半靠她了 她也慢慢地老了 生的猪仔一年比一年少了 母亲就起心想把母猪卖掉 重新再从小猪中 培养一头母猪来 说实话 跟了我们这么多年 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都舍不得卖 特别是母亲 也是想了好长时间 才决定把她卖掉 原先是想卖给一个邻村的人家 人家买过去自己养着 因为这时 老母猪肚子里已经有小猪了 但价钱没有谈妥 太便宜 最后就决定卖给镇上的汤图户 我母亲自言自语 这人啊也真残忍 需要她的时候 就同家中的一员一样 现在不需要了 还不惜卖去屠宰场 母亲内心还是有旧意的 当汤图户开着手扶拖拉机来的时候 我家地平里站了好多看热闹的人 一切准备妥当 就去猪圈把老母猪赶出来 猪圈门打开后 汤图户就用棍子去赶她 想把她赶到猪圈口 再拖出去送上车 但赶了一阵 老母猪站在猪圈最远的一角 四角站立 看着外面的这些人并没有出来 汤图户于是跳到猪圈中 去拉猪尾巴 这时老母猪身子一扭 一头向汤图户撞去 汤图户见状撒腿就跑 幸亏跑得快 不然就撞到墙上了 她擦擦满头大汗 说处理了几十年猪 从来没见过如此彪悍的母猪 众人见拉不出来 旁边的人就来硬打 两个小伙子走进去 一个拉猪的耳朵 一个在后面推猪的屁股 但怎么拉都拉不动她 后来邻居就来帮手 老母猪发威了 恶狠狠地要咬人 这些人也怕被猪咬 都不敢再进猪身了 这时有人提出去找我母亲 但找了一阵子没找到 他们不知道 我母亲这时正躲在房间里 掉着眼泪 以前也是 家里丢了只小猫小狗的 她都要哭 伤心好些天 何况这是天天看到的 陪伴了十多年的发财猪 只因老了 就得把她卖了 这可能就是猪的命运吧 当我母亲来到猪圈边时 老母猪没有了 刚才那样的惊恐和抵抗 见到主人 头很快就低了下去 母亲走到老母猪旁边 一边摸着她的耳根 一边给猪被抓养 说道 畜生啊 我也不想把你卖掉 你是猪 是畜生 你就是这样一条命 下辈子不要做猪了 旁边的邻居们 听了都笑我母亲 竟然会说出 这等怜悯的话来 但猪还是不肯走出猪圈 一脸的祈求于哀伤样子 母亲劝了半天不动 也来火了 就用扫帚去赶她 也不知道是猪圈里有水 地板太滑的缘故 还是怎么的 老母猪突然前面两条腿跪下来了 停顿也就一两秒 刚好抬头就被母亲看到了 母亲赶紧去摸她 她很快站了起来 被母亲赶出了猪圈 被汤屠户他们 拉到了拖拉机后面 准备装上车 装车前 先要把猪装进一个铁笼里 再把装好猪的铁笼抬上车 母亲根本不想看着一幕 远远地站在人群的后面 听着母猪的哀叫声 屠户们在忙着 把老母猪塞进铁笼子里 大家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她关进铁笼 准备抬上车 这时母亲看到了惊人的一刻 本来母亲看见的 是铁笼中猪的屁股 就在铁笼装车时 老母猪猛然一回头 母亲看到的却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穿着花格子衣裳 流着伤心的泪水望向自己 母亲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用手揉了一下眼睛 定睛再看 分明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 蜷缩在铁笼之中 泪水双流 她双手抓着铁笼柱子 说不尽地悲伤 足足有五秒钟之久 母亲一个机灵 铁笼已被推到车上了 看到的人生那头老母猪 此时母亲脑子一片空白 稍微清醒了会儿 才想起些什么来 赶紧去叫汤图户 说猪不卖了 汤图户哈哈大笑 说道 钱都给你老关子了 反悔都不行了 说完车子就开动了 母亲望着那渐渐离去的老母猪 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 再也止不住 随后母亲把刚才看到的一幕告诉我们时 我们心里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 父亲偷偷上了一炷箱 插在了猪圈上 后来的几个月里 母亲在梦中常常见到那个穿着花格子衣上的女子 从此以后 母亲再也不养猪了 连猪肉都不吃了 这个故事看得人心里挺沉重 从轮回的角度来说 无缘不惧 无缘不来 在我们身边的一切生物 都是有缘才具 在某一个轮回中 或许就是我们最爱最亲近的人 想起一个故事 看懂了这个故事 或许就看懂了轮回的无尽颠倒 一天 佛陀的大弟子穆建连尊者 到城中骑食 来到一施主家中 看见夫妇二人正在吃鱼肉 吐出的鱼骨扔给旁边的一条黑狗 尊者见状连呼稀奇 原来 尊者以神通观察这一家人的前世姻缘 发现 夫妻二人所吃的鱼 实际上是主人父亲的转世 他父亲在世时 天天到鱼塘里捕鱼吃 结果去世后 即转身为鱼 无知的儿子和他的妻子 也总是捕鱼为食 这时老父亲不停转身为鱼 那条黑狗是主人的母亲转世 因为生前过分迁瘫 不愿不失 每天只知道守护自家钱财 后在贪恋家财的心念中去世 去世后转身为狗 守财习性不改 白天黑夜在屋外转绕 唯恐有人入室道歉 可见轮回一世非常奇妙 其实有了轮回 现实的生活才有意义 短暂的尘世生命才有了着落 一饮一浊 莫非前地 会让现实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会更加谨慎 如果人人都遵守了因果思想 或许这个社会就会少了很多的恶 那些肆无忌惮的贪官污吏 也会越来越少 人们相互欺骗 算计等这样的事情都会减少 总而言之 如果生活中多了行善积德 或许如今的现实 就会变得更美好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